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全新生级版私密超声道 它那个原理是利用我们的聚焦超声波去收紧阴道和改善阴道的一些问题 要配的是要配两个头,两个头的深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4.5头,4.5头的话是作用于我们的一个筋膜层去收紧的 然后还有一个13.0头,3.0头的话是作用于我们的一个胶原层去激发我们的胶原蛋白增生的 好,现在我们讲解一下它的一个安装视频 好,我们现在先来安装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柄 我们的一个手柄这边跟我们主题这边它的一个凹槽是对着 好,卡一身的话就是已经卡进了 我们现在在电影线连接上 插好电影线打开,电影开关 亮了就是代表已经打开了 我们这里,它这个是一个压力检测仪 引导压力检测仪 把它插上去 要旋律上去 紧了就行了 把它放好 我们打开 前面界面开关 然后点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界面 我现在把探头先按上去 探头的话我们要对着卡槽对着卡槽 直接按进去就行了 如果要拔出来的话也是轻轻这样 拔一下就拔出来的了 看这个第一个这个35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旋转 旋转,总旋转度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每旋转一发的一个角度 这个是它的一个能量出来的一个长度 这个是它的一个能量与能量的一个距离 这个是能量 这前面四个我们都不用去调它 我们主要就是调它的一个能量就行了 根据客户的感觉去调就行了 其他的我们都不用去调 然后这个71 就是它每一圈的发数都要用到71巴 下面这个就是你 探头每打一巴它就会计数一巴在这里 这个是全自动跟手动 没按之前它按的就是手动 按了之后它就是一个全自动的 这个是探头 算了一个探头它就会显示那个的探头 现在我算了4.5它显示的是4.5 这个是发数 这个是你每走一巴它也会跟着走的一个计表 这个是呃这个是它的一个嗯 你客户如果说中约客户啊 你可以调好调好之后 所有能量调好之后可以保存保存起来 如果基本用不到这三个可以不用都没关系的 这个是检测 按进去按进去就出现这个界面了 好检测检测这边我们可以 这个套算避印套套 套算避印套之后 呃我们就把它选到引导里面 然后我们检查这里有没有拧紧 如果这样开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要把它拧紧拧紧 然后你让它要客户夹紧 它夹紧的时候它这里就会计数对不对 然后你等着它差不多停了 那我们就按这个是保存键 保存好好之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套算避印套拿出来就行了 然后我们返回去操作 操作 我之前的话我们先按READY READY的话它看它会先转 先测试检测它的一个旋转行不行 它会旋转量 等它停了之后又有灯亮了 那我们才能按这个READY START START的话就是 这边开始 然后这个是开始键 操作开始键 你按它的能量在输出的时候的话 它是一赏一赏的 一赏一赏 如果说它 现在我是全自动 所以它会一直在打 它会一直在打 一直在转 自己转 一直在自己转 这个就是全自动 如果手动的话 就是手动它自己打一把 就会停 自己打一把就停 然后你得按一把 它才打一把 这就是手动和全自动的区别 我们一般做一套肯定是全自动 对不对 我们要把凝胶涂上 先涂凝胶涂 涂多一点 再套上避印套 套上避印套之后 我们拿个大名钱 或者是你带了手套的 那我就把凝胶抹均匀 覆盖在我们的一个安全套里面 就行了 然后把它放在阴道里面 阴道一般就有分 两段或三段去打 我们打出来 我打一下雅克力板看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打出能量 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从凝胶 然后拿个雅克力板 雅克力板它的一个深度都是不一样的 有4.5的深度 有3.0的深度 还有1.5的深度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有这种空气的话 空气的话肯定是打不了的 那我们要抹均匀 抹均匀 然后能量要按一下这里 要按一下这里 然后再去调能量 这个能量是最高的 然后我们按这里 按键 这里按键 这个就是 它一发能量就是这样子的 一发能量就是这样子的 好的 它一发能量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 然后 放在引导里面 就是全自动的 等于说 现在是引导 它打出来是 这里的 而不是全黑色碳头里面 它就这个距离里面 能量出来是这个距离里面 所以说 它一般都是分两三段去打 第一段 你再打 第一段的话它会一直在转 它自己打完一发 一发又一发的 自己再转转转转转 等于说它现在已经转完了 转完了 它灯会停 就不会这样一闪一闪的 它打完一圈 它灯就会停了 等会停后 那我们就 拉下来 它这里会有刻度的 这里有刻度 比如说你刚才放 引导放在75 对不对 这样放在75 因为如果大门子是一个外引的 它放在75 那我们一圈打完了 打完之后 那我们就要拉到第二段打 拉 拉手柄 拉手柄 拉出来 拉到50度 这里 再打 然后一圈它打完后 那我们就拉到手柄 这里 那就是必死安全的 这个就是 那我们两个看头的操作都是一样 必须要两个都 就要留下 4.5 再到3.0 最深到最浅 我们操作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操作完 拥到之后 那我们就要去检测了 对不对 那按进来 先要上挺之后才能按进来 按进来的话 也是同样的 把另一套套上 套上之后 让它自己夹紧 夹紧 夹紧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不用 第一次的时候不用到这个 第二次检测的时候才用到这个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这个已经保存了 第二个我们利用这个去保存 到这里 我们整个操作就是这样子的